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营养好还很健康 吃错了不仅会影响营养的吸收 还有可能引起我们身体的不适 晚上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 因此如果晚上吃过多的不健康食物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那么晚上不能吃什么东西呢 晚上吃什么好呢 今天小酱汁就来和大家说说 一 晚上记吃七种食物 一 晚间不宜吃油腻食物 油炸的食物不仅仅指的是油炸食品 还包括一些胆固醇含量高的动物内脏 晚上吃这些食物会增加肠道 胃 肝 胆囊和一线的工作负担 会刺激神经中枢 从而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三高人群更应该远离这些食物 二 晚间不宜吃姜 相信我们也会在老人的口中听到这样一句话 晚上吃生姜的话相当于披霜 其实这句话是没有错的 在晚上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食用生姜 生姜味心性温 含有挥发油 姜辣素 树脂及淀粉等等 姜能增加和加速血液回圈 刺激胃也分泌 兴奋肠胃 促进消化 还有抗菌作用 早上吃一点姜有利于阳气生发 对你的健康也有好处 但是晚上吃 因为生姜本来就是热的 会让人上火 劳命伤身 所以不宜吃 三 晚间不宜吃榴莲 榴莲被称为水果之王 榴莲热量高 不适合高血糖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功能差 肠胃差的人 如果你真的想吃 就必须要小心 减少食物量后最好吃榴莲 以免超过卡路里的摄入量 加重疾病的原发病 四 晚间不宜吃牛油果 因为牛油果是属于高浓的水果 在晚上吃很容易发胖的 我们在晚上的时候 消耗本来是比较小的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 尽量不要吃 牛油果是属于热量高的水果 即使牛油果里面还有很丰富的营养成分的话 也一定要适量的少吃 以免吃过多热量会导致发胖 建议一天吃一个牛油果就可以了 吃牛油果的时候 最好是在早上吃 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 五 晚间不宜吃胀气食物 有些食物会在消化过程中产生大量气体 会导致肠胃胀气 例如像豆磊 大白菜 洋葱 玉米等食物 过度的食用会产生负胀 不仅会使我们的胃不舒服 还会影响睡眠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 就应该尽量不要再食用这些食物 六 晚间不宜吃坚果 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对人体有益 甚至有助于减肥 但脂肪本身消化缓慢 晚上吃太多坚果作为零食不宜消化 尤其添加黄油 盐炒制的坚果 还会堆积腹部脂肪 因此 临睡前一定不要摄入高质食物 实在饿时可以用优质蛋白质食物 或者碳水化合物代替 如粗粮面包 鸡 晚间不宜吃甜点 晚上七点后还吃甜点 一做噩梦 糕点糖果对任何人都是诱惑 毫无疑问它在晚上就是垃圾食品 除了大量糖分和饱和脂肪酸 营养匮乏 无甚价值 睡觉前吃甜类垃圾食品的人群中 人一做噩梦 二 晚上吃这五种食物延年益寿 一 豆制品 像豆腐 黄豆 黑豆等豆制品 都含有很多的油脂蛋白质 而蛋白质又是人体的 机体组织细胞的原材料 补充蛋白质免疫力就能得到提高 不仅如此 尤其老年人多经常吃些豆制品 还能够软化血管 预防骨质增生 动脉周样硬化 很多老人还会说 一年四季常吃豆腐 保你平平安安 这也是一种美好的夙愿 二 玉米 红薯等粗粮 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 很多人几乎每餐都是大鱼大肉的 反正吃得起 但你可能不是很清楚 这样吃下去是很容易肥胖的 而一旦肥胖 像高血压 高血脂等慢性疾病 就很容易找上你了 而粗粮中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丰富 经常吃点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 提高其消化能力 防止体内堆积太多的毒素和垃圾 影响到各个器官的运转功能 三 葱 可能很多年轻人做饭的时候不太喜欢放葱 生姜等调味品 觉得影响了食物的口感 但是细心的人应该就能发现 家里的长辈每次做饭都是切很多的葱花 小姜汁也经常听他们说 尤其是多吃点葱白 对身体很有好处 葱能够增加纤维蛋白的溶剂燃活性 预防消化道和呼吸道感染 对一些有害的真菌还有抑制作用 大葱中的挥发油还能够刺激汗线 帮助身体出汗 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垃圾 四 大白菜 一到冬天的时候 相信很多人家里经常会吃大白菜炖粉条 而且经常吃也不腻 加上点猪肉口感就更好了 大白菜是很常见的蔬菜了 长寿老人很爱吃 有的人还会在自家门前的小菜园 每年都会种上点 经常吃点大白菜 养胃 情热的效果很不错 还能够预防疾病 延延益寿 五 水果 水果中的维生素C 矿物质 纤维素和钙 铁等营养成分是非常多的 很多水果不仅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 还能带来多种好处 比如 常吃香蕉 能通常润变 预防便秘 常吃苹果 有助于降血压 降血脂 常吃西红柿 能够美白润肤 美容养颜 常吃雪梨 能够生精润喉 止咳化痰 这些水果都能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 预防疾病 三 不吃晚餐的五大危害 一 引发胃病 一个人的体质一旦变得虚弱就很容易患病 胃在晚上也会分泌胃酸 如果这时候我们的机体没有补充营养 胃得不到吸收就很容易患病 所以晚上还是要吃晚餐 二 造成脾胃虚弱 消化科医生表示 饮食规律少吃多餐 不要暴饮暴食 才是养好肠胃的基本 而现在的上班族经常暴饮暴食 三餐不规律 这样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吃不消 虽然养生专家建议 晚餐少吃 但绝不能不吃 晚餐不吃 人到了晚上势必会饿 人在饥饿时 胃酸会加速分泌 过多的胃酸会腐蚀胃黏膜 长久下去 胃溃疡 胃炎就找上门了 三 使你变胖 很多女生觉得自己平时吃得太多 所以才会长胖 那么饿几顿体重不就减了 事实上 身体无法从食物中获取能量时 就会通过分解肌肉获得能量 而肌肉最大的作用就是消耗热量 当肌肉减少 热量消耗也会减少 再者 经常饿肚子降低新陈代谢 即使你当时体重减了 但只要一敞开胃口吃东西 就又会胖回来 四 影响睡眠 不吃晚餐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饥饿 有些人错过了晚餐时间 等着吃宵夜 睡前吃东西 势必会影响睡眠质量 五 降低大脑功能 经常不吃晚餐的人 大脑功能会降低 出现智力下降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减退的现象 因为夜晚人的血糖浓度较低 如果不进食 血糖更低 大脑持续得不到营养供给 其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中医说 胃不合 心不宁 暴饮暴食 只会加重脾胃的负担 不但没有营养 还会影响健康 充满食物的胃 会不断刺激大脑 使我们难以入眠 因此晚餐应该要少吃一点 切勿吃得太饱 吃完晚餐 喝一些易消化的汤 粥 有助于良好的睡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